欢迎来到本期的键盘开箱 那今天要来开箱的是RK的一款折叠键盘 那它也是矮轴键盘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键盘的表现到底怎么样 OK 它这个包装就已经注定了 注定了它是一个折叠键盘 你正常尺寸是肯定塞不进去 盒子 这边这样对半 还有一个角称 拿起来的感受就不太好 这个有点因为它是折叠的嘛 所以你一拿起来就会觉得好像这个东西往里往里凹 你如果没了这个袋子你估计平时带它出门 很容易把键盘弄弄坏掉 线它这个是暴露的 这个线如果一段无记忆就整个都报废了 所以这个还是要注意一点 这样子就好了 FN加Tab是有线和无线模式切换 这边有一个灯亮 它虽然这个这个脚啊能够帮助你固定 但是你一旦想要移动整个键盘或者整个ipad的话 你就要重新调整 这个是比较难受的 我刚才打字的时候就觉得有一点有一点不舒服的地方就是 就觉得会就比如说我按到一个键 然后我想挪上去 会有这样的感觉 有商的这个它的键帽就是做了一个 比较圆滑的这个处理 它把底下盖住了 所以你手飞上去的时候 不会不会感觉想要把它这个翘起来这种感觉 这个键帽装法 我我刚才我刚才没那个啊 大家大家应该能看见这个键帽是装法 那这个键盘最大的量点就是折叠了 折叠了你就可以把它更方便的 比如说放你出差 你出差的时候你就可以把它放到你自己的这个小的这个书包里面 直接地方站地站地面积比较小 然后这个袋子这个绒布的袋子是一定要留着的 然后你装在呃 绒布袋子里的时候要得记得 那电源给关掉啊没关掉就浪费电 ok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键盘了 那如果你还喜欢这种形式的开箱视频 大家一定要记得 一键三连 然后点个关注 这样子你就不会错过后面的视频了 这里是机器师通法师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